欢迎来到果然八姐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! 素有北影笑花之称的演员董晴高调举办了婚礼,他的老公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演员七九周,两人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婚纱照官宣喜讯,圈内多位好友参加了婚礼,为两人送去了新婚祝福。 王凯和谭松韵是演艺圈中的好朋友,他们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,而这次,王凯在董晴的婚礼上的举动更是引起了现场嘉宾们的瞩目,当谭松韵接到手捧花的时候,王凯毫不迟疑地走上舞台,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祝福。 王凯的举动让人觉得非常细腻,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对谭松韵的深深祝福和关心,仿佛无需言语,对于这位闺蜜,他的祝福是由心而生的,这样的细腻温暖,让在场的嘉宾们都忍不住发出感叹,你们两个是来撒狗粮的吧? 台下的朋友们看到王凯和谭松韵的互动,都被他们之间的默契和感情所打动。 谭松韵作为闺蜜,出现在懂情的婚礼上,这本身就是为好友送上最真挚的祝福,而王凯的祝福则让这个婚礼更加令人难忘。 王凯和谭松韵的友谊和互动展示了演艺圈中的真挚情感,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追求艺术,追求真实和温情的态度,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日常生活中,他们都用心诠释着真挚的情感,展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关系。 这样的甜蜜互动,让人们对王凯和谭松韵的友谊和感情心生敬佩,他们的举动不仅仅是为了给好友送上祝福,更是向大家展示了友谊和关爱的真谛,他们用行动证明了,在演艺圈中,友情和真诚的交流依然深入人心,也令人为之动容。 细腻的表达,甜蜜的互动,王凯和谭松韵的祝福不仅温暖了董晴的婚礼现场,也温暖了所有见证这一刻的人们,他们用自己的善意和祝福将温情传递给了更多人。 王凯和谭松韵的甜蜜互动,让人们体会到了友情和真情的美妙,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演艺圈中的一抹亮色,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交流和温暖的力量。 这样的细节,铭记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,希望在这个充满善意和祝福的世界中,我们都能用心传递感情,用真诚拥抱友谊。 提懂情的名字,可能很多人有些不熟悉,但他出演的角色,很多人都印象深刻。 他曾搭档刘亦菲出演《去有风的地方》,在剧中饰演小春节,他还出演过新居,在剧中饰演葛月,在青春偶像剧《最好的我们》中,他饰演贝塔。 与谭松韵扮演的耿耿是好闺蜜。 这一次,谭松韵也去参加了婚礼了,两人同框实属难得了,所以就引起了热议。 大家心目中的耿耿和贝塔,虽然谭松韵不少参加婚礼,但是以往都是相对低调的。 不显山露水的,这一次难得的化妆了,因为是圈内人结婚,自然是少不了面对镜头的。 再加上圈内其他人的参加,谭松韵化妆也是职业素养的体现,是对镜头的尊重。 当日正在拍戏的谭松韵放下工作来参加了婚礼,作为董晴的好闺蜜。 谭松韵还接到了手捧花,她的一番祝福话感动了不少宾客。 谭松韵说,感谢各位百忙之中能来到这里,我们一同来见证我的女孩董晴和她的男孩周周的婚礼。 我和董晴,我们相识八年,她是一个我觉得世间所有美好形容词都可以给到她的这么一个人。 她还说,跟董晴做最最重要朋友的人一定是上天给我的大礼。 今天是你人生旅途中走到现在最重要的一天,你将嫁给你爱了很久的七九周。 我把我所有的祝福都给你,希望你们能一直牵手,一直往前走,祝你们幸福。 我相信她会对你很好的,我也相信结了婚你还是很纯粹的小姑娘。 谭松韵送祝福时,新郎七九周在一旁鼓掌脸上还带着笑容,董晴更是笑容灿烂,能感受到她有些激动,还与谭松韵紧紧拥抱在一起,画面很美好。 除了谭松韵外,黄晓明作为七九周的朋友也来参加了婚礼,他穿了一身黑西装很帅气,站在台上,黄晓明祝福这对新人百年好和,早生贵子,还说两人相伴十几年了,什么三年之痒,七年之痒,十年之痛什么的,你们能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。 最后,黄晓明还居了宫,把最真挚时祝福送给好朋友,满满的爱意,让人觉得暖暖的。 因为是圈内人结婚,自然是少不了面对镜头的,再加上圈内其他人的参加。 谭松韵化妆也是职业素养的体现,是对镜头的尊重,所以他的鞋子就穿得平底鞋。 本来他的身高就不算高的,这一下子就更显得小巧了。 和新娘同台的时候,明显是被比下去了,不过新娘是当天的主角,要赢得全场人的关注,所以谭松韵不刻意穿高跟鞋,也是善良了,不想要抢风头。 谭松韵的一个特点是,他虽然已经33岁,但是他的外貌和气质却依然保持着青春和活力,他的肉嘟嘟的娃娃脸,水灵灵的大眼睛,整张脸就写着青春两个字,他在剧中经常扮演高中生或者大学生的角色。 而且,他的表现也非常自然和逼真。 他能够把高中生的稚嫩,懵懂,羞涩,活泼,可爱等特点都展现出来,让人感觉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高中生,而不是一个装嫩的大龄女星。 谭松韵的这种逆龄的魅力,让他成为了唯一一个装嫩不被吐槽的女演员。 他的高中生形象不仅没有引起观众的反感和嘲笑,反而让观众更加喜欢和欣赏他,觉得他是一个有故事,有态度,有魅力的女演员,也是一个有着多才多艺,有着坚强,有着可爱的女人。 谭松韵的外形和气质与高中生的形象相符。 谭松韵的身高是162厘米,体重是42千克,他的身材比例很好,没有过于瘦或者胖的问题,他的皮肤也很白皙,没有明显的瑕疵或者老化的迹象,他的五官也很精致,没有过度的整容或者化妆的痕迹,他的穿着也很清新,没有过于暴露或者老气的服饰,他的笑容也很灿烂,没有过于虚伪或者勉强的笑容。 这些都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高中生,而不是一个33岁的女人,谭松韵的演技和歌声与高中生的特点相契合。 谭松韵的演技很灵活,他能够根据不同的角色和情节,调整自己的表情和语气。 他能够把高中生的各种情绪和心理都表现出来,他能够把高中生的喜怒哀乐,爱恨情仇,梦想和现实都演绎得入目三分。 他能够让观众感同身受,也能够让观众回忆起自己的青春。 谭松韵的歌声也很动听,他能够根据不同的歌曲和风格,调整自己的音色和节奏。 他能够把高中生的各种心声和感受都唱出来,他能够把高中生的快乐和悲伤,希望和失望,勇敢和害怕都唱得动人心弦。 他能够让观众感动,也能够让观众欢乐。 谭松韵的人格和态度与高中生的精神相一致。 谭松韵的人格很鲜明,他有着自己的想法和主张,他不会随波逐流,也不会盲目崇拜。 他会坚持自己的梦想和信念,也会尊重别人的选择和意见。 他有着自己的优点和缺点,他不会自满,也不会自卑,他会努力改进自己的不足,也会欣赏自己的优势。 他有着自己的喜好和兴趣,他不会刻意迎合,也不会故意反抗。 他会享受自己的乐趣,也会尝试别人的新鲜,他有着自己的朋友和家人,他不会孤僻,也不会依赖。 他会珍惜自己的亲情和友情,也会关心别人的幸福和困难。 这些都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高中生,而不是一个33岁的女人。 谭松韵在一档综艺节目中公开了自己的理想型,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 他说自己喜欢孙悟空这样的男生,有能力保护自己,帅气专一,情绪稳定,世事有回应。 他还说自己不在乎对方的财富或外貌,只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兴趣爱好就好。 他的择偶标准被认为是很高的,也很难找到。 有网友调侃说,他的理想型其实就是王凯,因为王凯和他曾经合作过,而且符合他的所有条件。 谭松韵的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和机会。 他说,他不会给自己设定任何的限制和框架,他会随心所欲,随遇而安,随机应变,随性而为。 他会用自己的方式,活出自己的精彩,他会用自己的态度,展现自己的魅力。 他会用自己的才华,证明自己的价值,他会用自己的笑容,感染自己的幸福。